Google地圖你也可以這樣用 我們一般各位 平常都用過Google地圖對不對 找地點蠻容易的 但是你也可以做自己 像你現在這個看到的就是 我在Google上我公佈 我的足跡到過哪裡 那所以說 當然你可以當作是你的什麼 當作是 你比如說去旅遊啊或者是 哪些自己的個人紀錄啊 那你要不要公開是一回事 我這個是有公開的 可是你可以選擇不公開 也就是說你曾經到過哪裡 我到過哪些地方 我在這邊我的地圖裡面我就會知道 我曾經去過來 今天我想要到這邊看一下 他就告訴我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把這個 相關的把它記錄下來 像我就是哪一天去過哪裡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我以後再 找了這我就比較方便 這個是 比較特殊的應用因為 你可以像這樣去把用在自己的 自己的一個 旅遊啊或者說你的 研究啊 都可以啊 研究某些地點 像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套軟體叫Google地球 Google地球就可以做更多 就可以做更多 比如說有時候你們要做研究的時候那個地點 地點的分佈 他有一些 你可以自己去畫 自己去定義的 這樣子那個位置就還蠻清楚的 所以 這個算比較特殊一點點 那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我就是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會比較清楚我曾經去過哪邊 然後大概上過哪些課 當然你說我把它用一個文字檔 也可以啊 可是我是覺得說 用這樣的話 我好像 在旅遊一樣 所以這個是 算比較特殊的服務 在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差不多到這邊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可以 希望大家對於今天這個Google的服務有 有所收穫 好因為像最常用的至少最常用的你看像 搜尋的方法 對不對有很多種 你要選項 稍微改變一下 第二個 Gmail的管理方法 這也很不錯 另外呢搭配你的 日曆Google日曆 最好能夠通過 行動認證 那這樣的話他就可以透過簡訊來提醒你 好至於說Google文件呢 保命用 嘿 所以你可以回去稍微嘗試看看 那我想主要的服務是這些的 那至於就其他的 你可能慢慢再去 找看看如果您這個實用的 再把它加到您的生活裡面用 好不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了 謝謝